男子手持四把折刀硬闯小学 群马县高骑市的市立中央小学发生一起男子持折刀闯入 遭教师们制服的事件 男子家住高骑市内 目前待业中自称收到来自电波的指示 12月17日中午12点半左右 男子带着四把折刀及一台笔电闯进小学一楼的保健室内 他对保健室老师说 他是收到指令而来的 接着就绣除刀子 吓得保健室老师落荒而逃 保健室老师到职员室寻求男老师们的帮忙 主任与五到六位男老师用叉子在玄关附近将男子制服 学校也赶紧报警 警方赶到后将男子一线刑犯逮捕 男子身上带着四把刀 征讯时尽说些语意不详的话 汤文news原创贴图开卖咯 快到Line Store下载吧